这个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对吧 我每天还是忍不住要打开手机看 还是要操作两把 还是要怎么怎么样 这个 你这说的具体有没有解决解决方案 怎么囤壁呢 给你们讲讲 这些年之所以 我还在 好多人已经不在了 就是因为我还囤着壁 其实不是我比别人认知强 是因为我老婆把壁收走了 就我老婆把壁已经收到 她的家族信托里边 给孩子们放那了 孩子们也动不着 我老婆也动不了 我也动不了 囤在那里了 包括我们的房产也做了信托 等等都做完信托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已经跟钱做分离了 钱已经放信托里面了 那个就是家族信托 未来往几代人以后传 我们已经专注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因为钱不在自己账户上 我手机上面没有钱 出门也不带任何的钱包 就是说我手机上面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数字货币钱包 我也不能做任何操作 这已经很多年了 我老婆也不做 因为她已经放心托里了 所以在我们 在我们家里面呢 已经做到了这个 做了隔离 资产要跟自己隔离 也就是你的比特币 需要跟你做隔离 当然 有些小钱 很小的很小的小钱 这个 在我老婆自己的账户上 她可以没事玩一玩 输了 输光了也无所谓 很小的钱 孩子们账户上也有些小钱 自己也在炒炒币 囤着币玩着玩 小钱 我呢 干脆手机上是一分钱没有 我的生活是这样的 我如果出门要办个事 我就跟我老婆说 来给我拿100块钱 给我拿50块钱 花完就结束 所以我不存在赔钱 很多人 亏就亏在 钱也不给老婆 也没女朋友 或者是说 有女朋友也不给 不可能给女朋友 天天拿着自己的钱 这个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怎么吵就怎么吵 我是很难 赔钱的 因为你消费啊 是花不掉几个钱的 是 全世界最最赔钱的生意 就是投资 只要你投资 你肯定赔钱 所以说你明确对点呢 尽量不要投资 即使投资呢 你做一件什么事呢 就像我手上有很多项目 对吧 也是湾区的好项目 我一般做的就是 这个项目我投了 好了 大逼一挥就投了 其实呢 我转手呢 就就谁要 谁要这项目 来 这就我几个有 有 因为我拿到的项目 比较便宜吧 然后我那朋友们 跟我说 来了 我分了分了 一人分几万就分完了 因为现在的项目呢 都很小 一般十万美金 五万美金 我就做了个带头 完了我自己呢 留下一点份额 剩下的份额 早就把本金收回来了 然后再投下一个 我做的这种生意 没啥风险 是吧 万一涨了呢 大家一起分 我还有一点剩下的股份 你还能有一点 是吧 你赚的是 等于我拿到的便宜筹码 是吧 无非就这样 我做最多最多 我就做这么多 再多我就不做 不做了 懂了吗 什么意思 是吧 有的人不一样 有的人投资怎么投呢 他是 就是 把自己的钱 是吧 全洒出去 把全拿着 就等着上 上不了怎么办 就全赔了吗 我这个没关系 我这项目 是吧 因为已经 这个 分出去了 所以呢 不怕 不怕亏 对吧 就拿了些币 这些币大不了 不值钱了 我大不了 是归零吧 就白忙会场嘛 大家都被白 都白都归零嘛 白忙会场 但一旦挣了呢 哎 你看 这就就分 分出去了 利润就分出去了 是吧 大家也都happy了 这就是我说的 你永远 这个 要做一场隔离 就是说隔离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钱啊 给你的生活隔离开 给你工作隔离开 别把炒币当工作 别把炒币当生活 炒币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非常小的一部分 你应该是 做隔离 啊 所以教你老婆怎么玩币 家里就是说 不是玩币 就是把币囤起来的办法 啊 币圈我就认识的这些 囤了币囤住现在的 都大部分原因 都是把币囤给了老婆 相信老婆 把币囤住 而且呢 这老婆拿着币 你别以为那老婆傻 不会做 什么都会 什么 ledger钱包 怎么使用啊 这个 离线 冷钱包 怎么使用啊 是吧 然后怎么设立 信托基金啊 让他管吧 你举个例子 他如果是管的 一百万 他是一个管理 一百万的水平 管理一个亿 是一个亿的水平 管理十个亿呢 又是十个亿的水平 你就发现 你的老婆也在进步 比你强 但这点呢 不是说为了让你示弱 就是说 因为大部分钱赔钱 也是男人出去赔掉的 所以说你看 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应该是 把自己的钱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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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都撒出去 不应该这么做 这种事情 应该呢 就是降低你个人的风险 尽量 所有的投资 把风险买卖 因为投资是 金融是什么 金融就是买卖风险的游戏 你既然能把风险卖出去 你尽量要先卖出去 把你的风险降到最低 当然我见过有的 那个人在弯曲投项 对吧 拿了一千倍的 是吧 那我也不羡慕 我只是少赚了一点点而已 对 无所谓 对吧 但是我这种 所谓的假投资人 就是什么叫假投资人 就是我其实没投钱 你看原来我在 币圈做了这么久 我基本上没投过钱 我投的是我的 这种叫投行业务 什么投行业务 我帮你融资 是吧 我去拿到点 免费的顾问的代币 是吧 一样的 一样的是钱 币也是钱呢 对吧 这就是我说的 币圈 唯一的 就是我适合我的模式 因为我做了一个币圈 唯一的模式 币圈大部分的机构 都是募了资金 然后投项目 募了资金 收管理费 投项目 多麻烦 多累呢 我呢就个人天使 是吧 然后转手一脉 回本京 再投下一个 没有任何风险 所有项目 我带持 是吧 完了 拿分币的时候 一分就完了 一人一半 完了 简单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做到现在 我还是帮很多人赚到钱了 是吧 对吧 很多人通过我赚到了不少的钱 对吧 尤其是投了币安的 还有波厂的 是吧 咱不说了 咱回到现在 就是说 囤币是要有本事的 我的方法论不适合你 也可能只适合我吧 对吧 但是其实也适合你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人呢 他是在一个小社区里面 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 他依然呢 还在自己的好项目 都在一个一个自己投 这太费劲了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好项目 什么是烂项目 你应该也做的是 把你赚到的那部分 先囤给 就放在家里头 让老婆收起来 这些钱不用 不要再用于乱投资 把你的资源做大 就是帮别人赚钱 帮别人赚到钱了 你顺便赚一点就完了 对吧 这是我的方式和方法 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币圈 也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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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投资圈也好 对吧 这个 整体来说 都在发展 但是你要知道 哪个好玩 哪个不好玩 币圈呢 现在 还是比较 心心向荣的嘛 是吧 从去年到现在 暴涨了吧 是吧 整个传统投资 我听说不太好过 这个 其实呢 相比来说 一个上涨了好几倍 一个呢 没涨 或者是跌了 那里外里就涨了很多 是吧 币圈 还会不会高增长呢 我觉得还会 因为首先 排名前50名的币 不停在换 不停在换 证明这个行业 还没有结束 还在快速发展 另外呢 币圈涌进来的新人呢 都不是 都不是出于 原来那些概念了 什么NFT啊 元宇宙啊 你都没听过的 有不停的钱涌入 不停的年轻人涌入 年轻人为什么不炒股炒币呢 这个就是 这就没办法说 就是 这全世界都是个风潮 就是潮流就这么潮流 年轻人突然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 就都炒币去了 是吧 都拿着自己的钱包 888点在那 是吧 但是我还是那个建议 你如果能再过十年 二十年 还 还能变成少数的 那百分之十的人 你只能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 你把你如果挣到的钱 一定要 给你老婆 囤起来 啊 然后呢 你再去挣心的 啊 如果你 如果你没兴趣 去找呢 去谈呢 没关系 啊 你就 等着机会来 尤其我 我就这样 你不找我 我不去找项目 啊 项目多的是 我不去找 你找我了 啊 我可以考虑考虑 啊 好 我就收点 收完 我就一转手 我本金就回来了 是吧 我的模式 做了好多年了 就这个模式 是吧 没有风险 啊 你也要这么做 就是把自己的 整个 这个 品牌做出来 今天品牌就是 就是 就是 风险 控制 啊 因为金融 就是买卖风险的游戏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你一定要认清楚 自己在什么环节上 做什么事 是吧 不能做什么事 能做什么事 你必须明确 啊 这就是我的玩法 这个 这么多年 商业秘密 跟你们讲讲 啊 这么多年 还没投过资呢 啊 最多是有人借钱 好 给你一把 借给你 是吧 赔了就赔了 要不回来 要不回来了 认了 对吧 我来拿到 我来拿出去 那我来拿出去 那我来拿出去 你